總經理是這樣 因為之前有人在說什麼炒股 到今天大家開始質疑的一件事說 奇怪 為什麼簽約高端特別貴 那這個部分這樣子的評價 公不公允 為什麼我們在簽約的這個價格上面 好像是蠻優渥的 我想這個價格 事實上我想每一種商品 它根據它的生成的平台 那它原料的來源 技術的層面 它有一定的一個技價標準 所以這個貴或便宜 其實你要看它真正的這個內容 才能夠有一個公斷 我看到有個報道是講說 我們高端有一個叫左劑的東西 那個東西其實是成本上 還算是蠻高的 的確的確 因為這個左劑是全世界 目前唯一有兩個特點 一 它是可以引起這個叫做TH1 免疫的一個左劑 第二 它是全世界唯一 被TFDA核准的一個左劑 那當然主持人這樣替我解釋 就是我們除了左劑比較貴以外 其實這個價格的價格的這件事情 應該是有很多這個叫做數據 那麼可以來檢驗的 那更何況我們從頭到尾 那麼你知道我們整個台灣的疫苗 跟美國比起來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價 第二個更重要是量 大家都知道 你去超級市場買 去Costco買貨 那麼去7-11你買了1000個 一個包裝跟去Costco買10個 它是不一樣的 那麼整個國際不管是AEC也好 不管是Moderna也好 他們都是以億萬計 以億計去做的 所以它整個分攤的成本 相對的在比例上 你就會看到它比較 感覺它的絕對值比較低 那麼第二個很重要就是說 在這個運送的過程 這國際大廠這幾個Moderna BNT 這個它都還沒有把這個冷鏈 這個成本算進去 那各位如果把這個冷鏈再算進去 那可能看到就不是這個 現在的表面的數字 我希望說可以得到這個國際的認證 比方說打國產疫苗 我也說我出國也可以有一個保障 那我們在這一個部分 你們在得到國際認證 有沒有什麼樣的時間點 一個把握 還有我們不是在三期臨床試驗 是要跟荷蘭來做一個合作 這個部分 第一個我再借一下親王的話 他說這個時候打疫苗是要保命 不是要出國 這是非常對的 第二個我想我們跟聯亞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這個疫苗 的時候我們就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疫苗必須跟國際有接軌 否則就沒有這個叫做國際的通行的 這種可能性 所以我們其實在二期臨床的中間點 我們已經啟動了這個三期臨床的規劃 跟設計 可是可能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你沒有二期的資料 又沒有辦法啟動三期 所以在時間點當然是要等二期 像昨天我們已經解盲以後 我們就會全數去做 那各位知道我們現在開始打疫苗 大概也要三四個月 才會產生一個比較 足夠的保護效果 那我認為在我們未來的半年內 我知道我們高端疫苗已經啟動了這個 在申請歐盟認證 然後跟他們討論 為了取得歐盟認證 那麼我們應該用 怎麼樣的三期臨床實驗 比如說是用傳統的嗎 是用免疫橋接嗎 是用這個免疫 免疫替代指標嗎等等 所以我想回答您的問題 我想我們在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上半年 這個國際化是很樂觀可以期待 好很樂觀可以期待 總經理最後一個問題跟你請教 我們看到的是 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國產疫苗 當然說希望國人 大家其實都蠻有信心的 後續可以接上我們這個疫苗不足的部分 但是是不是我們在訂單的部分 聽說我們的友邦 其實對我們高端也很有信心 有人來接受說要採購了 有沒有這回事 這個問題很多被問了很多次了 事實上我想我們高端疫苗在 這個今年度我們整體目標是來 滿足國內的需求 來照顧國內的2300萬的同胞 但是因為這個疫苗一旦平台建立以後 以我們的技術跟我們目前的設備 我們要往上提升我們的產能 的機會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設在明年以後 當台灣大部分人都已經可以 受到好的照顧保護之後 我們才會把這個疫苗 到其他的友邦 或者說我們的鄰居國家去 那麼這點我們也是都有在陸續的規劃當中 相信也是非常可行的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陳總經理來接受我們的這個訪問 也告訴我們非常多詳盡有關於高端疫苗 謝謝總經理 謝謝總經理